紫良的友谊在拍摄了喜剧影片《喜剧之王》时,画上了一个剧号,香港男演员吴梦达所扮演的《卧底一九》,原本是被万紫良良身定制的,可是星爷在拍摄这部影片的过程中突发情况临时更改了拍摄地点,不过在忙碌之中却忘记通知万紫良,因此造成让万紫良在原定拍摄地点傻傻的等了好几个钟头,然而从未受过这般委屈的他气氛, 离开了剧组之后等到星爷响起时却联系不上他,最终不得已才把这个卧底角色给了老搭档吴梦达,然而该影片的剧本原本非常完美,没有任何的瑕疵,只不过卧底一脚显得有点突兀,这种现象其主要原因就是,那是临时更换演员造成的。 万紫良进入演艺圈应该有40余年,基本上参演了上百部电影所获得的荣誉,奖项不计其数,更是一共有7次提名金马奖。 1988年万紫良应出演《大哥大》,从而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,获得了影帝桂冠,虽然他在事业这个方面顺风顺水,但他在感情生活却是一波三者。 80年代末期因戏结缘,相识了香港女演员甜妞,但这时的她,已经结过一次婚,并且还有一位女儿,不过她对于此事并不在意,还对她展开了激烈的追求。 之后,两人于1992年结婚,当初甜妞与她的婚礼,是由赵一夫主持英后影帝能当户对不得不提的是那时的伴郎,是喜剧之王兴爷可惜夫妻二人的这段婚姻,只维持了4年,便于1996年双方正式离婚。 对于与甜妞的这段感情,后来有人问及万子良,回应道,当时的我年轻气盛,是我对不起甜妞。 之后在2002年,她与现任妻子郭明离开花结果,万子良的妻子是一名空姐,样貌很美丽,与她相差16岁,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,如今她已经有60岁高龄了,身患糖尿病通风,身材更是严重发胖,因为胆固醇严重过高,记忆力持续下降, 因此记不住台词,至今的她已经难以再度演戏了,不管怎样,她从此也没有再次折过心别,而是拖住严重的身体,到处走学捞筋,接各种商业活动,往日引力,如今能落到这般甜点,实在是令人心酸不一样。 虽然生活方面很艰难,但是万子良的妻子,却一直守护在她身边,不离不弃,悉心着料住她,她时常说道,我妻子与我相伴了这么多年, 什么福都未能让光明理想到整天跟着我吃这种苦头,俗话说,尤其如此,今生何求,对此你们还记得这位昔日影帝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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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